大家要選擇 好 號召黨員到台中大會時 民眾黨拼人氣也要拼斗內 當時柯主席還說了這一句 我們資源有錢 但是創意不足 說白了就是民眾黨沒有什麼錢 這句話也印證在 111年的政黨財報上 根據申報資料 民眾黨111年度收入 以12618萬 支出以14783萬 扣一扣就短處2165萬 民眾黨沒有錢就是信任 我的錢 民眾黨 民眾黨沒有錢不是意料中的事嗎 到最後階段我缺多少錢 我會拜託我們的客戶在捲 只能靠粉絲幫忙忙 跟他財政一樣狀況的 還有時代力量 收入扣掉支出付961萬 但百年大黨的國民黨更慘 除了政黨付847萬萬 202億多的資產 受到黨產會凍結查封 負債總額高達21億4306萬 四大政黨裡 唯獨民進黨 理財有方 卻唯一沒短處 還剩餘6098萬 民進黨執政之後 把自己養得越來越肥 台灣民眾生活卻越來越辛苦 台灣貧富差距持續擴大 兩相對照非常的諷刺 作用超過百億黨產的國民黨 不會持家只會外交 卻反過來指責遵守 會計制度的民進黨 就算政黨慎餘 但緊接而來的總統大選 可是很燒錢 看看2020總統大選 競選連任的蔡總統支出 就花了5億8889萬 儘管有超過5億的政治獻金 但最後還是倒貼2400多萬 國民黨的韓國瑜 也花了5億多選舉 親民黨的宋楚瑜 也砸了6000多萬 換句話說 選總統至少得花上6000萬 對於財報已經負債的藍白來說 怎麼找錢 恐怕是燒腦的問題 TVBS新聞 高子堯 韋佳琦 台北採訪報導